size away 重點事實上 這個 不再針對一般長期自住 這種房屋的石油車 貶交的時候 給他課 課課 ISO 其實不是我們目的 那我們的目的基本上是 第一個人就是把房地分離課稅這樣一個現像 能夠把它做一個保證 第二,我们当然也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,另外一个中国,事实上我们是希望能够对炒高房价这种炒房的现象,能够加以遏制。 所以财政部目前提出这个方案,基本上只要在这个原则之下,其实它都是可以讨论的。